所以不管是佛教 不管是基督教 基督教里面也提到 全心全意的祈祷 我们每一次做祈祷 做修法 全心全意的 你要祈求佛菩萨 灵光下降 一定是一心 一心才能够祈求佛菩萨 灵光下降 你全心全意的做祈祷 做护魔 佛菩萨灵光下降 你一心二用 这里在修法 脑海里面 这个全部都是烂泥巴 你自己想一想 佛菩萨怎么灵光会下降 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你们听到的人有福气 如何让佛菩萨跟你很快的相应呢 如何让佛菩萨在你祈祷之中 能够得知你的祈祷呢 其实密教里面早就告诉你 当你合掌的时候 你先精神集中 然后放空 最好的方法是你在平时修行当中 虚空中的智慧本尊出现 进入你的心中 然后变化成为你的本尊 当你自己变化成为本尊的时候 然后坐在上面的佛菩萨 看到你就已经看到你的本尊 而不是你 这个时候 你就很容易跟所有的佛菩萨互相的感应 这个时候 你跟佛菩萨的祈祷 他一定听的 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身份已经不是人的身份 而是以本尊的身份跟佛菩萨 诸尊 互相的沟通 因为你以人的身份跟他祈祷 他有时候 不是说他不听 他听不到 他也看不到你 每天几千万个人天天到庙的门前 跟他祈祷 他到底要听哪一个的呢 最重要的是 你是一个密交的行者 当你自行变化本尊以后 然后跟他祈祷 他一定听你 这个就是我今天告诉你的 每一次跟佛菩萨祈祷 你们最重要精神集中 放空 变化本尊 然后再祈祷 一定有感应 这篇文章结录自1994年4月23日 连生活佛卢盛宴开示 姚池基姆的感应 开示影片结录自1997年 连生活佛于西雅图 真佛秘院开示 宏光大成就 皈依尚诗 2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